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是她自己造成的 结婚之后她经常成立在酒店里头 还自我催眠说是在跑新闻 回家倒头就睡 她老婆曾经对她大骂 我的未来都被你睡掉了 在去年的8月 这一天刘俊耀她又泡在酒店里头 约法三章的12点前回家 完完全全泡在脑后 结果老婆大人忍无可忍 又把她赶出家门 刘俊耀她是如何抢救婚姻呢 我们来看《尊记者》福家印 丁恩好的报道 《尊记者》福家印 来到明镜刘俊耀的家中 这三面270度采光洒进来的光线 是第一个让你张嘴惊呼的理由 这边是我们的猫咪房 猫咪有专属的喔 对 从中十只 十只 对 十只 好多只喔 对... 都还在洞穴里面 那这边就是洞边 所以起床是看太长的 对 起床 很好啊 就被朝阳的叫醒 我经常被这个... 这一个起床的那个... 那个奇景啊 哇 那个真漂亮 整个天空啊 是橘红色的 哇 那个 你看到都觉得说 真的 应该是有上臂存在 浴室 浴室就还好啊 就是我们两个 经常有时候在这边洗鸳鸯浴 是吧 然后... 不要你... 坐在这边的时候 你觉得洗澡有一种啊 君临天下的感情 乔拉介绍自家 像是当起了博物馆的解说员 说都说不晚 权壮有90平 这个家 其实也真像是个博物馆 欧式庄园风格的装潢 这些可都是出自老婆大人之手 新笔画设计图 亲自选材 亲自监工 这个家已经够吸引人了 我接下来看到了 才是这一间 35层高楼最大的卖点 巨头望星殿有远山 低头思碧坛有恋人滑脚 这是刘俊耀温暖的家 他在新闻圈闯荡二十多年了 从中国时报出道主跑社会新闻 之后转站电视圈 做到了新闻部的高层主管 名利双收美景当前 夫妇何求呢 现在看到到这个地方 我会驻足下来看一下 我身份拿摄影机起来拍一下 白天碧坛陪你喝咖啡 晚上碧坛陪你看星辰 此情此景 心中还有何卦爱呢 以前你心里面可能都想着外面 因为你觉得家 你在都没有地方去的时候 你都 他都在 他是你最后的一个 的一个 他不会变 他不会跑掉 以前都这样想 可是现在我改变了 他会跑掉 他的女主人会跑掉 前年的8月12号 8月12号那一天 我是那一天被赶出去的 就那一天喝多了 喝多之后又喝太多 时间喝太长 该12点回家 12点是我的南瓜时间 南瓜时间一到 这个Cinderella 那个灰姑娘的马车 就会变成南瓜 他都穿那种江湖 威尔人的衣服 就是可能走在路上 在上他都常理平头 你也知道 应该是说走在路上 你可能分不清他 到底是文化还是流氓 所以他就变文化流氓 我一看 是他 时间已经超过了 可是我又很想再做一下 再搅和一下 算了 都不要接好了 反正要被骂了 我的台商朋友的手机响了 他接起来 是 大嫂 是 是 是 对 我们在一起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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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好 好 那我转告他 好 他告诉我说 俊耀 你真了不起 你太太竟然祝你玩得愉快 我当场 当场那个马上醒了 那个酒本来喝到很嗨 很茫 然后他这样一跟我讲的时候 我马上 我知道 惨了 他祝我玩得愉快 表示说 你就知道死了 5点 赶快 录完你 赶快回家 又回家 我老婆说 你的手机呢 手机在这边 我关机 因为他讲话嘛 他要跟我讲话 一定要关机嘛 他说不用 不用关机 手机拿来 我拿给他 拿来 按了几下 这个宇宙无敌超级大美女童童 是谁 我童童 什么童童 我就拿过来看 一看 上面是 老公 你到家了吗 我会想你喔 我怎么想 我想不起来童童是谁 我说啊 可能是喔 旁边那个 一直跟我要电话的那一个 那一个酒店小姐 跟我要电话 我不给他 他一定是把我的手机 趁我去上厕所的时候 把手机拿起来 打 用着我的手机 打他的号码 打他自己 他就有我的 号码了 然后呢 又在里面输入了他的名字 你相信吗 他真的还蛮乱用的 好不好 你先相信 好 你不相信 我也好像很难说服自己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男人喔 在吵架的时候呢 真的口条最差 女人在发脾气的时候 记性最好 他开始把以前 盘古开店以来 发生的事情 当然 那以前我实在是 我也塑形不脸 把所有的事情 当作这个导火线 好像雷管 插上去 砰 给我出去 我一看 这个门口啊 他把我的notebook 都准备好了 行囊 他说 你就戴着这个就可以了 我说请他衣服 他说不用 我明天就会收拾好 打包 寄到三温暖给你 我想说 一定有转机啦 果然 门开了 咔咔 开了 然后我马上 这一副非常 非常 渴望 然后非常无辜 非常可怜的样子 老婆 让我回去吧 再也不会 你知道他怎么讲吗 他说 他说 都三更半夜了 你再不走 被邻居看到 是你自己丢了 他就把他轻轻的 咔咔 关上 砰 你知道吗 对我来讲 他虽然轻轻的关门 可是对我来讲是 砰 因为我知道完了 他是玩真的 因为他可以这么的耐着性子 告诉你这句话 他把你当成路人甲 我大概是那时候叫流浪狗老流 你赶快走吧 总不可能说 你的太太 这么有艺术气息 这么elegance 这么优雅 然后在家 因为我跟姚哥聊过 他太太在家里 是会那种情奇书画 无所不赦的这种人 对不对 然后结果你能想象吗 旁边是一个小龙女 对不对 就左边这个不是杨过 是什么 是个大胖子 然后每天醉醺醺的 这样 你想能 那个画面能协调 能看吗 是吧 所以我认为你刚刚讲说 这样的有压力 这当然是无可厚非 被老婆扫地出门 这对一个男人来说 差不多就像是被打到地狱的 第十八层了吧 刘俊耀则是坐在第三十五层的家门外 心想此地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他以为停损点 最多直到今晚吧 开始打电话 给昨天跟我去喝酒的人 对不对 你中央父亲你代驾吧 收留我一个晚上吧 对不对 开始打 诶 没人接 好 换另外一个打 诶 碰了 诶 又挂掉了 我想 这不是我的麻吉吗 麻吉 麻吉应该这个时候会接起电话 然后说来吧 然后先到我这边住一个晚上吧 天啊 没有 没有 东西拿着 好吧 就到我的老巢去了 躺进去那个太空舱睡觉 一睡觉之后突然间 诶 怎么有水滴下来 不是水啊 我自己的眼泪 我为什么哭 因为旁边这样子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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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中年危机 我想中年危机 这个大概就是中年危机 你的健康的状况 你的家庭的关系 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危机 你的后半辈子要靠谁 师父能够娶到他真的是 呃 非常有福气 你看我讲话速度都慢下来了 就是要表达就是说 真的 师母这个人这是没话讲 少子没话讲就对了啦 一个没有话讲的太太 然后呢 你自己却年华老驱 身形健躯勇走 然后还每天 如果假设 我说假设还忠义 这个沉迷于酒色的话 我相信没有一个女孩子 能够接受得了 对 她都没有回 但是当她回的时候 嗯 我说老婆你在吗 宝贝 她说 当新闻记者二十几年 从来没有写过稿子那么快的 打字 哇 赶快来 因为我怕她 对马上会不见了 在三温暖待上了几天 老婆大人终于有了回应 刘俊耀决定展开一场抢救婚姻大作战 这第一关就是把过去奉行的价值观 加一点漂白水 统统淹进洗衣机 以前我就是说我到酒店 到深测场所去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因为很多事情都在那边解决嘛 很多政商名流 我的新闻对象都在那边邀你去 我当然去啊 那我现在难道不跑新闻了吗 我还是要去跟人家联络啊 但是我去不要去 我两年没去 在新闻界有一句老话 最没新闻的地方就是办公室 所以当有菜鸟敢坐在办公室里 的长官早就把你哄出去了 过去刘俊耀奉行这套准则 并且扩大解读 他说最有新闻的矿场 肯定是最乱的地方 那时候都认为说我们要有这样的麻吉 因为就这样的那种 男人的男人的男人的交情 有这样的交情那种基础 然后才会比较大家能够畅所欲言 未必 他只是跟你hold住 我跟你好像有一点关系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代表公司来告诉你说 军耀啊 这个事情不要报了 不要你写的都是社会应该知道的功力 正义或者是他们的弊端 那你的心里面要不要挣扎 这个就是我们在酒店里面的目的啊 他的目的各取所需 大家好像买一个保险 他在买一个保险 那我我只是吃吃喝喝这样子 你下去我下去回想的话 这有需要吗 原来以前以为最有新闻的地方 就是一个保险拍卖会场 每干一杯像是喊一次价 而当自己年近半百 不再宿醉时打开投标箱 某一看才发现 原来只有自己一个人投标 我比方说跑过正太极的那些像独家 渝风自杀案的这些独家新闻 或到跑到大陆的96年 导弹新闻的这些独家 哪一个是从酒店会出来的 没有啊 没有啊 因为没有啊 所以你要我硬要说吧 因为在酒店里面 跑出什么多大的新闻 我说不出口啦 因为我没办法自己去认同 这样的一种方式 因为人生是自己跟自己的清标 但没有人参重这底价是多少 刘俊耀决定要痛除三害 跟过去的三个老朋友 醃酒肥胖汗损友一刀两断 你看我抽烟28年 喝酒喝着28年 每天这样子熬夜 这样子混 我那时候的健康检查报告 其实我自己是不太敢看的 有一次喔 醃尿酸 比一般人正常是7吧 还要高了 有一次醃出来11 我会看 诈骗集团 还丢掉 把那个报告 我选择不相信 我选择不相信 戒烟戒酒戒笋友 这三害中的这两害 已经很难戒了 何况还要从40岁 最胖时的96公斤 剪到现在的75公斤 能够甩掉21公斤 21公斤要减重啊 如果对一般他很肥的人 他只是因为胖而已 我觉得他很难减 可是对我们这种 我们的肥胖的原因 是来自于我们的生活的肥类 那你要把那个因素拿掉 拿掉之后呢 你体重自然就下来了 对刘俊耀来说 减肥 他能够说出一套SOP 但若真要他说 大家恐怕听了 还是左耳进右耳出 而他接下来要说的 才是真正的减肥心经 我工作完之后我一定回家 我回家干什么 我单单坐在这里 我都觉得 人生夫妇何求 就是这个 这样子够了 不会再像以前 会觉得说 好像也比较好高无远 老婆就像是一台抽油烟机 抽掉了刘俊耀 囤积在心上45年的卡洛里 如果你曾经 在那个浪头上面过了 我是曾经中间落马下来的人 所以心态你慢慢也会做一些调整 可是有一个最最让你觉得 你一定要就是你不能失去的 我这种东西是健康 回归家庭的这个强烈东西 这个动机可以支撑你所有的 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说减重啊 减肥对我来讲是最简单的事情 最困难的 是怎么样 重新赢得你在你的另外一半的尊重跟信任 还有对你的爱 看着窗外的美景 那是人生这样一层一层 盖上来所有累积 万丈高楼平地起 而摧毁也只在旦夕 外人以为最难的 对刘俊耀来说 则最容易 因为肉是长在身上 减与不减自己可以决定 但琴呢 琴是长在别人心里 变与不变 常常有如窗外天气 琴时多云 就怕再有个偶振雨了 刘俊耀的新任妻子陈欣 是他第二段的婚姻 他和前妻有一个女儿 而刘俊耀从小是来自一个单身家庭 没想到最后自己也让女儿 成了单亲孩子 他对女儿是有所亏欠的 当前年老婆受不了 他每天醉身梦死 把她赶出家门之后 他意识到自己 不能够再离第二次婚 于是他展开了抢救婚姻三部曲 他要怎么做呢 他要除三害 戒烟酒 戒损友 还有戒肥胖 我们继续来看 《资论记者》附家庆 丁恩好的报道 这张照片是40岁的刘俊耀 停着一个大肚子 体重有96公斤 只差4公斤就要创下三位数的记录 如今再看他 体重75公斤 是怎么让自己甩掉21公斤呢 每天敢通告 以前刘俊耀肯定三餐老师在外 现在上节目聊健康 刘俊耀他也身体力行健康守则 随身携带这一包爱心的便当打开一看 这都是老婆算过热量的美味 因为一半我中午已经吃掉了 中午已经吃掉了 好 那这样变成什么样子 就午餐跟晚餐就是三名字 就对了 是 真的喔 那这样看 看得出来吗 还是要把它出来 都可以 其实这样子就好了啦 你看嘛 你看嘛 我这边有 这个是肉松 番茄 跟小黄瓜 蛋 蛋 跟起司 起司 起司 对 盖子很重要 好不好 还有什么 梨汁 还有最重要是这个 芭蕾 水果很多 所以水果很多 那芭蕾是我每一天 一定要吃一个 而且是在晚餐前 晚餐前 我现在把这个芭蕾吃完 这样我的晚餐 就会吃的少一点 晚餐吃的少了 你就 你就会 那个热量 所以我的书里面不是一个 倒三角形吗 对 热量 黄金比例 早餐吃多一点 中餐吃少一点 到晚餐一定要吃最少 所以晚上基本上我都吃这种 没有热量 这次全部是晚餐 吃它再吃它 吃了它之后 我再吃它 其他时间我就喝 特殊的 铺耳茶 对 茶 茶 茶一定要经常喝 好 像我 再去冲 对 然后随时都可以去做回冲 所以 其实早上吃 我吃这个月饼的时候 就配铺耳茶 就这样不会太喝 对 刚好过茶可以洗一点 去油解密 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 它的穿着也不太一样 以前我们跟他一起共事的时候 他哪有穿这么阳光啊 以前比较少穿 可是我太太很爱买 我太太很喜欢 对 我太太很喜欢把我打扮得像 花花公子 不是啦 就是 他很喜欢买花生衫 以前拿着酒杯的手 现在放下的是 喝茶养生的杯子 杯子装酒的时候 身旁的人老是鼓吹 要装满 才够诚意 才够兄弟 如今杯子装的是茶 只要七分满 自己就觉得很满足了 用一个 因为我是社会记者 这样的冠冕堂皇看起来 好像很正当的理由 就你刚刚讲的合理化 把自我合理化 然后去包装 我爱去花天酒地的这个内涵 我觉得不公平嘛 人家也没有去花天酒地啊 我太太每天守在家里面 等着你回家 你每天出门 他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你出去赚钱回来 难道他没有功劳 他在一起跟我共同经营 这个刘俊耀这个品牌 他忽悟了很多的心力 可是我却自己把他搞砸 差很多 以前看到他呢 我满脑子 浮现的只有四个字 叫酒色才气 现在看到他呢 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健康 非常阳光的中年男子 身材变了 我们知道他变苗条了 精神变好了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 他的健康状况一旦改变之后 他的脾气也变好了 因为以前 我不是说他以前脾气不好 而是说他以前比较急 我好像不是像风筝被拉着 你知道吗 如果还被风筝拉着 就表示我还飞不走 我心里面还想 今天如果再去喝两杯多好 可是现在不是 但是我就觉得 就直接选择的地方 我们在这边聊天 其实很开阔 然后我也觉得 我也多久没有再坐在那里 以前和现在 刘俊要买房子都住在河边 但可从不曾觉得草地 离自己这么近 如心才体会 芳草鲜美 落荫缤纷的 是迎向草地上的这片阳光 依旧闪耀 古海茫茫有人赚钱 有人赔钱 这各种奥妙 谁能够真正参透呢 今天我们要告诉您 这位政治分析师 赖宪正的故事 我们的报导重点 不在于为他的财经专业做背书 而是要透过他个人的努力过程 为所有 也正在为自己人生打拼的朋友们 一些启发还有努力 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故隆之子 他是如何自食其力 靠着不赚的自我充实 考到了证兆 在嫌恶的古海里头 赚到他人生的第一桶经验 我们来看资论记者 艾晓培和正面的报道 股票金钱游戏 三户追高杀低 闭起眼睛 忍痛断头出场 而这个人 他投资经验30年了 他曾经花半年的时间 把5000块的薪水 淘成了50万 甚至累积到了上亿的身下 他也曾经在短短的三个月之内 股票惨遭断头 欠下了将近40倍薪水的单 你欠20多万 是498年的几倍 将近40倍 也就是说等于把 三年半将近四年的薪水都亏光 怎么办 那时候就一个头两个大人 这个人叫做赖献正 人称献个 在各大财经名嘴当中 他独树一格 光今年的上半年 他就有上百场的演讲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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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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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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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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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5 5 6 6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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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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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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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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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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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9 8 8 9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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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茫茫古海中的燈塔 往往有時候在他畫線的過圖裡面 我們就在旁邊這樣 讓我這樣奉茶一下 然後買個能林 然後幫他把紙張弄好 每天60檔股票這樣畫下來 一兩個禮拜 總有發現突然有一檔股票 好像怪怪的 買下去以後 對 真的說買對了 有了古海燈塔的指引 賴憲政在短短半年的時間之內 從四萬五賺到了五十萬 但人算不如天算 1978年12月17號中美斷交 再閒再亮的燈塔也沒用了 那時候中美斷交第二天的過段都黑的 只有八二大一 裝正自強 處變不正 我們也是一樣的 所以廟室你把他裝正自強 去看就倒了 五趴倒了 該三趴都倒了 該一趴全部倒在地上 我在那一次就擁摩擁摩 就斷頭斷手 斷腳就不倒了 演講時談笑風聲話當年 不過當年賴憲政心情可沒那麼輕鬆 二十萬的債務逼著他火燒屁股 慘的是公司知道他負債累累 竟然把他從業務工作調去裝冷氣 當時被錢逼急了 賴憲政一度想到殯儀館去賺外塊 洗一具屍體多少錢 然後八百塊 那一天可以洗幾個 用好的時候兩三個都有 幾個人洗 當然是一個人洗 然後可能幾個人洗 一個人洗我怎麼會敢 後來就斷了那個念頭 從嘉義的業務員 被調到台北的槍儲部門 賴憲政他走投無路 晚上他到夜市賣女用品 白天想盡辦法裝電氣磚外塊 兩年的時間 他裝了將近兩百台的冷氣 終於把債務給還清了 所以我們現在 因為這三十年的 台灣沒有超過百萬元 很簡單就是要溫暖 都要給你溫暖 對 中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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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人追逐金錢的眼神 落在賴憲政的身上 現在一場演講費三萬塊 開金口就能賺錢 這是今年累月的經驗累積 我本身是一個 股票已經投資那麼久了 又想要噎住 我就去墊餅 就那個投資的槓桿更大 結果我在光是那十個月的時間 我從很少的錢 就賺到了2500萬 能夠掌移結穩 貨派教育 我曾經在78年79年也賺到上股 各位看過我們今天慶祝 只是看過一萬點 今天期待要鄉兵人 好 民國76年台股一飛沖天 各大券商的大廳 萬頭鑽洞 好不熱鬧 盤面一片的紅通通 77年多頭公司再起 加上券商開放 新券商每天都有 成間五間的解盤 賴憲政當起的分析師 開始了他的名嘴生涯 他那時候常去我服務的證券公司 做一些這個開盤前的一個解盤 那時候我的印象就是 他好每天拿一個公事包 來去衝衝 有一次他說 為了要來我們那個證券公司 這個解盤 解剖比如十分鐘 他說他賠掉一百萬 寧可賠掉百萬也要分析解盤 因為賴先生知道 股票能夠讓你上天堂 也可以讓你下地獄 財富瞬間腰斬甚至歸零的痛 這心臟不強可玩不起 賴先生在民國77年9月27號這一天 大幅賣出手中持股 我那天幾乎把所有的股票都賣過 剩下兩支股票 但是所有的股票都長得很大 到三點多 我太太叫我起來 趕快起來 咔真正手碎的 我爸 那股票下個禮拜一開始要奔點 結果從8813.75 得到4645.98 停得19天 那時候我就號召很多 我就是去包圍國民黨黨部 這個去包圍那行政業黨人家等等 他很年輕就投入股市了 所以他看過打風打浪 他也看過很多個股的心塞起落 他知道這家公司過去的歷史 他知道過去的繁華 也知道現在為什麼會不勝思虛 但躲得了股災 卻躲不了錯誤投資所造成的財務損失 兩堂4千萬的客 讓賴憲政疊得又痛又慘 我也曾經用台北的眼光去買高雄的房地產 那時候台北的房地產都已經漲到30萬40萬 中古屋 那高雄的房地產新屋才12萬6萬 結果買了以後 經過了9年的一個利息的付出 到後來賣掉以後 兩棟房子就虧了2千萬 投資券商 所以後來券商倒了 那投資宜蘭的那個漫移工廠 後來漫移工廠也倒了 這當股民們沉浸在股市上萬點的歡樂時 賴憲政的資金卻全部套在錯誤的投資中 有一年過年 全家只有3萬6的現金 這個時候 由主力捧著現金上門了 捧了25萬 他說你只要幫我推這檔股料 20萬給你 那我就記得 那種股票已經要滿高了 已經脫離了基本面 那種錢你要不要賺 你賺了以後 你會害很多人 泡勞在高島 甚至家破人亡 甚至他會請家當產 有人把他當活財神 賴憲政每天都有接不完的演講 他要和大家分享 如何攢小錢賺大錢 沒有一定不演講的 六湖王宮 和庫台南 然後成功副審科 然後台北總公司統一 和庫統一高雄 然後圓圓的那個藝術基金集 全部都滿 都要什麼時間休息 沒有 沒有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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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的眼神亮澆 聽著演講正比級書 現在他自己成了股友們 在茫茫古海中的燈塔 最熱情的打聲歡迎 我們是熊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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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想今天股市跌了九十幾點 我在坐高鐵下來的過程裡面 高鐵一面往下走 股票也更可以往下走 剛剛就有很多人在問說 不是要有那幾點嗎 我們六點半就不好了 那時候他從來沒有上過電視 那在一句話場合 他就講台北股市講的口莫橫飛 而且這個國語 台語 那個雙關語 通通都交互使用 我就覺得他非常有趣 他怎麼能夠把台北股市 講得那麼樣的幽默風趣 當然我們中華民族 是一個很浩獨的民族 因為我們的國務生中山 野莫號是博愛 博愛你會把電動盪就是愛花 喔 要是嗎 那拜五人還是要刮 拜五人就刮 拜五人還是 市場就分兩種嘛 一種技術派 一種叫做基本面的嘛 大概就這兩個 那籌碼那個是 酸籌碼那個神啊 基本上很少人知道這件事情 那他突然出現殺出 叫做那個民俗派 就是用民俗聊法 不是用民俗的言語 來去形容市場的景氣的榮衰 我覺得他還蠻貼切的 在美國七十七年九二四燈牌 郭婉容事件 我有一個朋友買光寶 光寶要六五五六到十三五五五 那為什麼都出不去呢 他媽媽用阿民俗腸也不好 我如果他媽媽買錄音機 光寶漲停板六十五塊 光寶漲停板六十五塊 會這樣才可能 真的是非常的親切 他 不是不會有那個大的分析師的 那樣子的一個架子在那邊 所以你很容易跟他情境 我開一間券商在宜蘭 你知道嗎 宜蘭的時候 我們有買一台車客來濕熱 每天都放頭前 那就是民俗七十九年 我們剛開幕一天 剛才五二二年大分盤 我天后一國後 我一回公司 我客人說 欸 老師你們台車也都開後面 我說為什麼那台車 開頭前到後面才會開 他說我每天就看那台車 又來輸落 又來輸落 我賺到 我賺到那台車去賺到 去買一台韓國的 那時候我就央起來他說 他願不願意上節目聯繫 他說他從來沒上過電視 他不願意 我就給他鼓掌 跟他拜託 然後他就說不行啦 我的臉很大 會出礦 我不斷不斷地跟他講之後 他總算鼓器人氣上了節目 我跟你講一上節目 就上贏了 被股友追著當成股市的明燈 投資人最想問的還是 賴先生你究竟有什麼 躲股災的獨門廟方呢 就你今天你發現你股票買錯了 你本來看好這檔股票 你買進以後 三天不漲 五天不漲 很簡單 絕對不是股票錯 這個時候你要斷然的出場 比如說12%到15% 你退出的話 那一般來講 就不容易受到股災的一個影響 秋天的股票 如果是跟歐洲有關的 漲市如果有反斷起來 一兩點 絕對不要去打 股票你絕對不能去逢低貪評 他也看過很多次很多次 政府護盤 所以他知道護盤不會 一次就不成功 就好像融資不會一次就殺乾淨 所以他滿早就提醒 這個地方絕對不可過多強 過去台灣每十年都有一個大股災 有像民國79年12682跌到2485 民國89年10393跌到3411 有像民國97年 那一次的全球的股災 從L9309跌到3955 就這樣的一個股災 對投資人來講都非常的傷 他有一個優點 他好像一個活字點 就什麼事情他都記得清清楚楚 二十年前三十年前 因為他股市的經驗有三十年 我要請問一下那個我們憲哥 關你那個三兩 吳宗先生很紅也叫憲哥 我就說憲哥 你現在對 當然他在業界不是新人 但對媒體而言他是一個新人 我就說你要在這個名嘴圈 一泡而紅 一定要取一個響噹噹的名字 所以股市憲哥還是我幫他取的 今天398一定是一集 我怕你這個要虧錢賣 你這個要錢要虧錢賣 對這位即將邁入耳順之年的財經名嘴來說 眼睛盯著數字 紅綠轉換的快樂 恐怕怎麼樣也比不上 被群眾圍繞 當個股市活字點的成就 股災來臨的時候呢 一片暗紅片野 可憐倒霉的幾乎都是散戶 賴憲政他靠著自己獨門的投資術 他不但避掉了股災 自己荷包也賺得滿滿的 上半年的他的演講滿檔 平均一天一場 而將他炒紅的幕後推手 就是他的老婆大人 我們繼續來看資本記者 艾小培和正年的報道 剛點到的中華電 這都是本業 三屏不到的空間 簡單素雅的桌上 擺滿了六支電話 三個螢幕 隨時隨地追蹤 全球金流的脈動 這裡就是賴憲政的 全球股市作戰室 木浩早安 大家好 融資的大減 因為融資的大減 也讓整個籌碼的穩定度 會更加的穩定 不過市場投資人還是精魂未定 還是魚具猶存 所以稍微的風吹草動 那麼空頭稍微的三陰風 點鬼火可能也會造成 個別股的一個重挫等等 一疊又一疊厚厚的白紙 用紅藍兩色寫得密密麻麻的筑記 眼睛還得不時盯著 隨時跳出來的國際財經訊息 才一迴旋 亞洲股市又有新狀況了 任何工作的空檔 賴憲政都沒閒著 他抓緊了時間 再來回應股友們 在部落格上提出的疑難雜個 有隊友問說要不要買房 好 在討人 另外一台14寸的電腦螢幕上下兩邊 用小標籤貼滿了各式各樣的註記 走近一看 才發現裡頭竟然有現掃的貼心叮嚀 就是我太太說有時候我會罵 有時候我會 因為有時候會講到政治的時候會罵 他們就說不要罵 韓國就是全世界最不要臉 你現在不要臉到什麼程度 孔子 皇帝 連王建銘都他們的人 結果這次話說話說事情 洪姓天喔 是韓伊的菲律賓人喔 那跟我沒關係 那不是韓國人 你看韓國人要不要臉 真的不要臉到這種程度 還有上次在罵韓國是要不要 結果就有那個韓國 這個韓國拔腳打電話到電視台去 去那個抱怨說 抱怨說 不是啦 是韓國政府不好啦 我們韓國人很好 貼心的現掃不願意上鏡頭 賴憲證說 1978年股市失利 母親離癌 她又被公司調到了冷牙門 在她人心的最谷底 她遇上了這一輩子的貴人 那就是她的老婆大人 第一個她的感覺是流裡流氣 因為那時候我這個 留著這個鬍子 那頭髮是蓬蓬鬆鬆的 那時候還有頭髮 那穿的就比較現代一點 什麼喇叭褲啊 以及那種穿起來 感覺跟工廠那種藍領階級 有一點格格不入 她追憲嫂的時候 其實就讓憲嫂知道說 她是必須要照顧爸爸媽媽 必須跟爸爸媽媽住在一起 而且媽媽生病了 她想要找一個人來照顧老人家 所以我就坦白地跟她講說 我就是要趕快結婚了 那只要一月出來以後 那一回去我就 當天就寫了一封信 寫了一封情書 所以從928到228的 訂婚的過程裡面 每天都是一封情書 除了見面 除了電話還有情書 像情人節的時候 說爸爸會送媽媽花或什麼大菜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送花對我們家來說太奢侈了 基本上各大節日 我們都沒有 我們家都沒有特別的慶祝 可能媽媽可能是煮個飯啊 然後爸爸就會說 哇怎麼煮得這麼好吃 比大飯店還要好吃啊 或者是就是他會講很多 很誇張的那種讚美的話 老婆大人現在是賴憲政的 專屬經紀員 他一手包辦老公的大小行程 台北股市的戰場 一點半收盤之後 賴憲政又得繼續的 轉往錄影的現場 3點20要走嘛對不對 對… 我有寫的 我提醒了每個人 今天是你嗎 今天不是今天是小兵 阿記說長榮那個 跟台說那個可能不會看的 怎樣子啊 我等一下我問一下 喂… 他每一天喔 光是在這個研究上面 花的時間真的非常的久 你看他白天的時候呢 他肯定要去演講 他真的非常忙 要去演講 然後又要講我們的通告 然後到了晚上的時候 他跟我講說 他一天呢 只睡4個小時 忙進忙出 一天只睡4個小時 在同業的眼裡 賴憲政他真的是越老 行情越好 分析師要考證照 那有一個控檔就是說 很多的分析師 沒有及時的考到這證照 但憲哥喔 就很努力啊 直接啊 K書啊 就考到分析師 所以有一個控檔的時候呢 他就適時的填補那個空缺 我最佩服的是喔 我覺得他的腦袋很像電腦 你不要看他已經是五六十歲 還沒頭髒喔 但他那個腦筋真的很厲害 你不管問他是哪一檔個股 他可以直接給我告訴 好 這一檔個股 今年第一季EPS是多少 上半年的財報是多少 然後他是做什麼的 他未來前景如何 他對每一檔個股遼弱指張 我覺得這真的很厲害 用背的一支一支股票背 所以我現在腦筋裡面 可以記七百檔八百檔的股票 是從那邊硬背過來的 一千兩百多支的台股 每一檔賴憲證都知之甚嚮 他口若懸河引經巨顏 我只做了一整本 就是 所以這一本大概是 就是多久了 這個差不多一年 一年的時間 對 一年的時間 這裡面是包了萬象 莫非定律 同久禮論 夾雜了一句 慾望重適的經典名言 你以為這位年近六十歲的 名嘴很老派嗎 這裡有更讓你驚訝的 嗨 有電話 是我的嗎 不是啦 是你的啦 趕快接電話喔 嗨 嗨 嗨 有電話 那傑瑩有時候一想 三四種那個連聲都想 那萬一旁邊跟你一樣的話 有時候不曉得是 因為我自己的天力又比較不好 我是一個可以說 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樂觀者 樂觀主義者 我在遇到最困難的 在遇到最困難的時候 我都會自己安慰自己 我都會自己鼓勵自己 在我的字典裡面 在我的腦筋裡面 沒有放棄那兩個字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台灣起事物 我專門想要我們再會 在這邊 準備好嗎 謝謝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